戴上眼镜就能置身一处 网上购物可以直接试穿 它离改变我们的生活有多远 静静收看科技之光为您带来的 神奇的虚拟现实技术 小凡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 毕业后留在北京从事影视行业 他意识有个遗憾 常常不能释怀 我老家是山东危海的 刚上大学那会儿 我就答应我老爷 说等我大学毕业了 工作安静下来 带你到北京来玩 然后是大四下的时候 然后我老爷得一场重病 就没办法说长时间的出远忙 所以来北京这事就算耽搁下来了 由于职业需要 经常会和新兴摄影器材打交道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接触到了VR 所谓VR就是虚拟现实技术 VR观影的沉浸性让小凡突发奇想 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 小凡自己动手组装了一套VR拍摄器材 然后选择了北京几个有代表性的景点 用VR相机进行了全景拍摄 为了让后期观影能有一种实地游览的感觉 小凡在拍摄时还模拟了人走路的速度和路感 最后趁着五一假期 小凡回家把北京带给了老爷看看 戴上VR眼镜 里面播放的是之前在北京拍摄到的画面 老爷虽然是身在家中 但VR带来的强烈沉浸感 让自己感觉到是在北京街头漫步 原来游览北京的愿望 老爷满意的笑了 科技改变生活 我这一次确实是感受到了 VR技术现在这么厉害 以后肯定会特别惹特别火 那么这说了半天的VR技术到底是什么呢 近日一段视频在网上风转 视频演示了一种号称是实体电末日的新技术 这种引爆网络的神迹技术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VR 用计算机科学为主的技术 来被勾招出来一个 和真实相似的这样一个环境 让人在这环境里面感到 我就是在一个 如同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就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这个虚拟的世界可能来自于真实的环境 也可以出自于人们想象的 也可以创意出一个环境的 我们平时欣赏的视频 是通过一块屏幕来展现 摄像机先前拍摄到的画面 让我们获得一种较为直观的体验 而VR视频与普通视频制作原理基本相同 只是拍摄器材上有些不同 普通摄像机只拍摄到镜头前面的一个平面 而VR摄像机会拍摄到摄像机周围所有角度的画面 更为重要的是在后期观看上 普通视频只能看到导演所呈现出的画面 而VR视频你可以自己去选择视角 并且配合着VR设备 你还会有身临其中的感觉 通俗的讲 VR就是可以让你置身益境的视频虚拟现实技术 这几年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 我们把蒋固斯 培建应这件事情 变成了一个用更多层次的技术方法来实现 就是出现了一个叫虚拟现实的技术 1963年 虚拟现实概念第一次被提出 2014年 美国Facebook公司以20亿美元高价收购VR硬件公司Oculus 自此VR这个关键词在互联网上爆炸起来 早些年间 早些年间VR设备昂贵且笨重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 全球许多科技公司先后发布了数款廉价的平民产品 自此VR算是能新时唐情艳 今日百姓家了 随着徐医仙是技术的发展 徐医仙的应用是越来越广泛 他可能在这个是人们改变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就如同互联网一样的 在虚拟先生环境打电话 你会真的看到你的亲人 就和你面对面的坐着 和你聊天 你可以和他握握手 你还可以和他拥抱 对不对 如同咱们俩同姿 就坐在这会儿来 在面对面的在讲话的时候 通过这被称之为VR的视频虚拟现实技术 腿脚不变的老人 可以圆了游览北京的梦 追星族可以随时跟宋仲基面对面 游戏玩家可以真切地体验到枪林弹野 身处乡村的学生 可以上剑桥大学的公开课 VR可以多方面逐渐渗透到普通人的生活中 虚拟教育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领域 而且也是在国际上 应用的比较成功的领域 我最近这几年就推个叫 We Learning 就是给予虚拟现实环境 和科斯化环境的学习 比如花学 花学一个花学分子 和一个花学的结构 就是这个花学分子结构 这两字简还是有个转换 但是如果在虚拟空间里面的话 你的分子诗写出来 它后面就科斯化的方式 把后面就展示出来 而且你会觉得你是 这个分子结构 你是看得见 摸得住的 你看到它一个杆 它那分子诗就编了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 还原真实的商场 能让您在家中 就有真气的逛街体验 有香重的衣服 就可以在自己身上试穿 有如此的体验 说VR会导致实体店末日 或许一点也不为过 现在VR产品早已是琳琅满目 那么在挑选VR观影设备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呢 大家一讲虚拟现实 不是眼镜就是头盔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戴眼镜戴头盔 都会在大家会 感觉上面会带来一些问题 尽管现在有一些晕悬问题了 或者是桥格问题了 这些问题 但这些问题 随着技术发展 很快都会解决的 市面上的VR眼镜 以是否内置屏幕分为两种 没有内置屏幕的产品 通常要与手机结合使用 定价门槛较低 比较适合入门 内置屏幕的VR产品 目前普遍售价在数千元 定位较高 但要注意 目前手机的画面的 相应时间较慢 头部运动追踪的 进度较差 这会在VR观影时 产生眩晕感 所以需要插手机的VR眼镜 不建议长时间佩戴 且定价过低的产品 在透镜组的质量上 难以保证 可能会对视力产生不良影响 目前在某些技术的 应用投放上 可能还存在问题 但虚拟现实的发展趋势 还是被普遍看好的 虚拟现实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房子 它是一种科学的房子 所以说呢 它的发展是水稻局成 它不是突然冒出来一个东西 是个未明期 对不对 是过一段时间 弹簧一线又没了 不是 它是人类认识世界一种房子 也是新系技术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它会改善我们的生活 推进科学的发展 推进产业的发展 所以说是它是一个大有前途的一个思业 也是一个行业 我们想既然是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相信它的前景一定是很光明的 身患糖尿病 却偏爱甜食 究竟能不能吃糖 能吃什么糖 该怎么吃糖 今天的科技之光 专家告诉您 糖尿病患者 巧吃糖 家住天津市西清区的崔振宽 今年48岁 他性格开朗 精力充沛 像很多忙于事业的中年人一样 他每天早出晚归 一心扑在工作上 在单位 崔振宽独挡一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家里 上有老 下有小 他是顶梁柱 可是崔振宽 能把工作和家庭生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一家人其乐融融 很多人佩服崔振宽充沛的经历 和幸福的生活 很少人知道 崔振宽 身患糖尿病 已经16年了 十几年前 我自己感觉 身体有很多的 不适应的地方 当时因为年轻吧 也没得醒奇异 每天呢 就忙忙碌碌的 三十出头 这个家里也需要也好 单位也需要也好 反正就没琢磨这些事 但是随着时间的一点点的摧疑 我的食量越来越大 但是呢 还总感觉是卧的 包括每天啊 喝水总渴 越渴越渴 越渴还越渴 周围的人跟我说 崔你是不是消瘦了 我也没琢磨这事 觉得每天还是精神挺大的 但是偶尔的时候 感觉自己特别的疲乏 身边的同事朋友提醒崔振宽 这么能吃能喝 一个月时间 却还瘦下来十几斤 可别是得了糖尿病 听大家都这么说 崔振宽自己也紧张了 赶紧去医院检查 这一查不要紧 等所有的检查结果出来 医生确诊就是二型糖尿病 得了糖尿病以后 其实我自己倒不在乎 但是呢 对我影响挺大的 实话实说 我挺爱吃甜的 这个时候呢 好像得了糖尿病 反而倒不让你吃 这个我自己接受起来挺难的 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讲呢 你越不想 越不想让他干什么 他越想 反而就是自己那神经 更关注 更关注这些糖 这个 更渴望 吃到一些甜的东西 不管是可乐呀 还是一些个 这个水果啊 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 这个马上到夏季了 刮过梨头都下来了 你不想吃 不让吃 还是自己特别想吃 这几点可不一样 糖尿病 是一种由于胰岛素分泌缺陷 或胰岛素作用障碍 引起的代谢性疾病 患者持续高血糖 与长期代谢紊乱 会导致全身组织器官 特别是眼 肾 心血管 及神经系统的损害 严重时 会引起湿水 电解质紊乱 和酸碱平衡失调等 急性并发症 酮症 酸中毒 和高神昏迷 糖尿病人不能吃糖 几乎是人们普遍信奉的戒律 一些非内分泌科的医生 也把糖视为洪水猛兽 一再告诫糖尿病人不能吃糖 自从确诊以来 崔正宽按照医嘱 坚持吃药 定量饮食 身体逐渐得到了恢复 可是爱吃糖 想吃糖 却偏偏得了这号称是 不能吃糖的病 着实让他烦躁不安 得了糖尿病 真的一点糖都不能吃吗 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普遍 是很多的糖尿病人 甚至普通老百姓的认识的误区 主要还是和糖尿病这三个字有关系 他叫糖尿病 所以很多人就误认为 这个病是和吃糖有直接的关系 吃糖多了就会得糖尿病 实际上从严格意义上说 糖尿病和吃糖之间 并没有这种直接的等号关系 咱们所说的糖 实际上是分为两种 有广义的 有狭义的 所谓狭义的糖 可能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提到的 包括这种双糖 就我们所说的两个分子的葡萄糖 像代表性的就是蔗糖 再有的就是单糖 包括乳糖 包括果糖 包括葡萄糖 这种糖是对于糖尿病人 确实是不建议总吃 因为它本身 它是一个是单分子的葡萄糖 一个是双分子的葡萄糖 它吸收到人体之后 很快就能够变成葡萄糖 会使血糖在短时间之内过快的升高 所以它对糖尿病人的血糖控制是肯定是不利的 但是这种即使是这种双糖和这种单糖 也不是绝对不能吃 广义的糖 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糖类 还包括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属于多糖 糖是人体生命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 是提供人体活动 尤其是脑力劳动所需热量的优质染料 一日不可缺少 糖尿病人不能及时进餐或用药不当 尤其是服用优酱糖和消可丸时 避意发生低血糖 这时必须及时补充葡萄糖 尽快纠正低血糖 否则亲者心慌难受 头晕无力 出汗手抖等 重者昏厥昏迷 甚至死亡 如果经常发生低血糖 体内就要经常动员生糖激素分泌增加 血糖更难控制 误导医生和病人增加降糖尿 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低血糖对糖尿病人危害更大 所以糖尿病人出门时 应随身带着糖果或饼干食品等 一旦不能正常进餐 或出现心慌难受 头晕等低血糖症状时 即使吃一些含糖食物 或直接喝杯葡萄糖水 可以防止低血糖昏迷的发生 这时糖就是糖尿病人的朋友和救命恩人 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来说 它本身和吃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有人形容它是吃出来的病 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可以理解的 也就是它是因为能量过剩 我们吃入的食物过多 热量过多的话 就会导致热量在体内的堆积 会导致肥胖 会延期血糖的升高 血脂的升高等等 所以如果说一次进食过多 特别是对于糖尿病患者 它的胰岛功能已经出现了损害 这时候它的胰岛素分泌的量 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了 如果我们在一次饭吃了过多 摄入过多的糖或者碳水化合物的话 它就会导致餐后血糖过度升高 因此也会造成高血糖 因此说对于糖尿病患者 我们还是要强调 要适当的科学合理的 把饮食包括碳水化合物 控制在一个科学合理的范围之内 一些糖尿病病人很爱吃甜味食品或饮料 剥夺了吃甜食的乐趣 对它们是一种很大的痛苦 为此科学家就陆续发明 或者发现了一些甜味剂 使糖尿病病人既能享受吃甜的乐趣 又能免除因吃糖而造成了血糖升高 甜味剂是指有甜味的口感 但不是糖内 所以不会影响血糖的物质 食用甜味剂不仅不会引起血糖波动 而且不增加食用者质量的摄入 所以可使他们免受血脂升高 或体重增加的威胁 因此不止适用于糖尿病病人 而且适用于肥胖者和所有中阴以上的人 糖尿病病人可用的甜味剂 包括以下几类 木糖醇 胃甜而吸收率低 它在体内的代谢过程 不需要胰岛醋的参与 所以吃木糖醇后 血糖上升速度远低于食用葡萄糖后 引起的血糖升高 但木糖醇在肠道内吸收率不到20% 所以吃多了可能引起腹泻 甜液菊类 是一种从甜液菊中提取出来的甜味剂 甜度比这糖高300倍 食用后不增加热量的摄入 也不引起血糖波动 胺基糖或蛋白糖类 是由本饼氨酸或天门冬氨酸合成的物质 是一种较新的甜味剂 甜度很高 对血糖和热量的影响不大 果糖 是一种营养性甜味剂 进入血雨后 能一定程度地刺激胰岛醋的分泌 而且果糖的代谢过程的开始阶段 不需要异道素的作用 加上果糖的甜度很高 少量食用既可满足口感 又不至于引起血糖的剧烈波动 实际上 只要血糖指数不高的食品 对血糖波动的影响都不大 然而对于喜欢甜味的糖尿病人 或者普通人来说 甜味剂也并不是多多益善的 应该说从对血糖的影响来看 这些甜味剂不会对血糖造成之间的影响 是可以选用的 但是某些甜味剂 比如说我们以木糖醇为例 有些人因为它在肠道吸收的数量有限 可能就20%左右吸收 因此有些人如果吃的过多的话 它甚至会引起一些不耐受 比如出现一些腹泻 大便偏息等等这些现象 我们也是在这里建议 第一个 即使是糖尿病患者 也不是绝对的不能吃糖 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的单糖 双糖 小剂量的少量的吃一些也无妨 第二个甜味剂 虽然对血糖没有造成这些影响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替代品 可以试用 可以食用 但是也不建议长时间大剂量的使用 刚刚确诊的时候 家人为了帮助崔正宽的身体 尽快恢复健康 还想让他在精神上有愉悦的感觉 于是买了各式甜味替代品 和酱糖食品来满足他的口感 刚确诊的那个阶段 我爱人可以说满处给我悬磨 怎么样吃好 怎么样吃得健康 围绕着这个糖尿病 无糖的一些食品 米 面 都是专门供应糖尿病患者的 包括这个糖水 无糖的可乐 都给我悬磨来了 大概这个阶段在半年左右 基本上每天我就是围绕这些个 这些个给我的暗示呢 我可能作为糖尿病人更充分了 这个觉得自己是个病人 但是这个实话实说 口感上也好 这个营养程度上也好 我自己觉得越来越无趣 其实市场上所谓的无糖食品和酱糖食品 并不名副其实 因为只要是粮食就含有淀粉 淀粉就是一种多糖物质 也就是碳水化合物 一吃进口里 就会在唾液等消化液的作用下 分解成葡萄糖 吸收进入血液变成血糖 这就是馒头在口中越嚼越甜的道理 粮食中淀粉的含量可以有不同 但不可能无糖 有些粗粮含有较多的纤维素 可以延缓葡萄糖的吸收 间接起到控制仓后血糖升高的作用 但不是直接降低血糖 所以那些无糖食品和酱糖食品 吃多了照样会升高血糖 想当年 崔振宽走过一段时间的弯路 曾经迷信各类酱糖食品和偏方 曾经以身试药 最终也是屡受伤害 在代谢病医院的教育门诊 很多像崔振宽一样的糖尿病人 得到了科学的引导 简单概括起来 就是糖尿病患者饮食治疗的 12345原则 每天一袋牛奶 每天200到250克主食 每天三个单位优质蛋白 一个单位优质蛋白 等于一两猪肉 或者二两鱼肉 或者一个鸡蛋 记住四句话 有粗有细 不甜不咸 少吃多餐 七八分饱 每天500克蔬菜 遵循科学的饮食原则 适当运动 合理吃糖 糖尿病患者 一样可以过上甜甜蜜蜜的生活 五月子归及生命 传统风俗是否该摒弃 我们该如何科学的坐月子 敬请收看科技之光为您带来的 坐月子的误区 怀孕分娩 无疑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都会给家庭带来许多的欢乐 这些欢乐的背后 则是孕妈妈们十个月来 无怨无悔的付出 作为家里的公产 都希望给产妇特别的关照 希望他们的身体能够尽快恢复 然而这些善意的关心和呵护 有的时候却成为家庭矛盾的起源 这水果不能吃 这种月子 为什么不能吃 妈妈 这水果冰冷的东西 当然就是不能吃 老家的想法不对 你们那个时候没有这种哈密瓜 就是高热量水果 吃了以后我们家妹妹皮膚好了 对不对 但是它第一是冷的东西 因为被私利不好 是没事的吧 可以吃 不要吃了 跟老一辈的思想上面 肯定是还有很多矛盾的 像我就像洗澡的这个问题 老人家的想法 就觉得好像月子里面不能洗澡 怕落下什么月子病 但是其实我在沈妇佑 从那些主治医生 有的时候跟他们也咨询了一下 其实是说可以洗澡的 然后在饮食上面也是的 其实现在都是说要科学合理饮食 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说要喝汤 喝油腻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环境 他们就不能接受我开窗户 通风这些 他们就说风会进来 会吹得头痛 但是你们说一个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面 待个30天 你说就算没有细菌都会碾生出细菌出来 对不对 所以就说这些矛盾都是很多很多的 只能说慢慢的去磨合啊 然后互相去理解吧 怀孕生产会给女性的身体带来很大的改变 由于胎儿的存在会给母亲的心脏增加负担 还会导致母亲的心脏发生了疑味 肾脏肺脏负担也会加重 内分泌系统 关节等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这些器官恢复的黄金时间就是生产后的42天 为了让产妇更好的恢复 就有了坐月子的说法 同时也有了坐月子期间的各种禁忌 对于这些禁忌 我们需要科学的对待 如果应对不当 有时会发生悲剧 吹奶的 据媒体报道 2015年8月 上海凤贤区的一位孕妇 就因为遵循五月子的风俗 而中暑死亡 在很多人看来 坐月子期间 产妇应该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躺着 不能见风 专家告诉我们 其实这并不科学 在这种环境里面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事 一定要开门窗 通风 不管是热天还是冬天 都要做到定时开门窗 这样空气流动以后 房间里面的空气才会好 那么产妇和宝宝才不容易生病 那么热天 最好是调到26多左右 那么冬天 也不能够开得太热 也差不多就是20多左右 绝大多数人认为只有夏天才会中暑 冬天就应该担心产妇和婴儿着凉了吧 一到冬天大家都会把孩子抱得严严实实 然而这样依然有可能发生悲剧 因为我们这里曾经 还是怕冷还是怕热 也是从小锻炼出来的 那么你从小给他穿的不是太多的话 小孩长大以后 他也身体会好一些 以后不会那么怕冷 除了五月子这个禁忌 我们其实还流传下了很多禁忌 这些禁忌在以前的历史阶段 是有一定道理的 可是到了现在 我们就需要科学的分辨了 首先一个是需要注意个人卫生 因为我还挺受气的 包括我们周边的同事都有 产 就是整个月子期间 一个月不洗头 不洗澡 不刷牙 这真的是很恐怖的 一个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有损害的 第二对家人来说 那么你这一个月 出汗出的多 本身出的 你一个月都不洗头 不洗澡的话 那么你身上的气味是会很重的 那么你接受宝宝 或是接受家人 都还是会有影响 做月子期间不洗头 不洗澡 相信这是大家听到了最多的一个禁忌 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流传下来呢 过去我们因为生活条件比较差 受很多限制 一个是没有垫吹风 洗完头以后不能马上吹干 那就是可能容易受风寒感冒的 还有那个时候洗澡也没有 现在的领域轮头 都是用脚 那个脚盆洗澡 那也是确实是不允许的 用洗澡盆来洗澡容易引起感染 而虚漉漉的头发遇到凉风 则容易感冒 这就是禁忌的缘由 那么产妇该如何做呢 产妇生完小孩以后 它是有很多分泌物的 排汗是很多的 那个分泌物也很多 它吃也吃得比较多 那么代气也很快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卫生 我们现在洗完头以后 可以马上用垫吹风吹干 那么就不存在 过去的人讲的容易洗完头 洗完澡以后容易受风寒的问题 除了这个禁忌 还有一个说法是 坐月子期间 产妇需要一直卧床休息 这个说法有何依据呢 过去坐月子一定强调是躺 那么为什么那个时候 一定强调是躺呢 在解放前 我们妇女的地位是比较低的 那么一旦结完婚 到了婆家以后 可能整个家庭的家务劳动 基本上承担在这个 落在这个洗腹的肩膀上面 那么她平常就很难得到休息 可能成天忙到晚 生完小孩以后 如果还去提水啊 还做种事的话 那么就容易引起负重 就是容易引起子宫脱锤 那么就是一旦坐月子的时候 她才有机会 才歇息下来 所以说当时在那种环境下面 她要求她休息躺 也有她一定的道理 孕妇在产后需要好好休息 但是一直卧床并不可取 这样不仅不利于恢复 还容易带来其他方面的疾病 如果天气好的话 白天是可以出去走一走的 如果是天气不好 白天那就当在家里面走动一下 我们是提倡走动 为什么要走动呢 因为我们产妇本身 她是出汗出的多 她血液出于一种高龄状态 那么如果是走动的太少的话 反而容易引起血酸性疾病 营养无疑是整个孕期 包括坐月子期间 大家非常关注的事情 孕期为了孩子好 要多补充营养 产后为了自己身体恢复 要多吃 给产妇送土鸡 土鸡蛋 就成了必备礼物 于是就有了产后 土鸡蛋吃不完 网上交卖的事情 产妇需要大量进食 土鸡或土鸡蛋吗 还有我们在月子里面吃东西 在过去 可能都是以这种高蛋白 高脂肪的东西为主 那么我们以前都是吃 做个月子 要吃几百个蛋 几十只鸡 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 可能物质比较匮乏 可能没有别的 更好的东西可以吃 那么容易得到的就是鸡 但是我们现在生活水平 明显改善以后 所以本身运气 就可能云氧不差了 甚至有些是过剩了 那么我们在月子里面 一定要讲究一个云氧 搭配均衡 取而吃高蛋白的东西以外 还一定要吃收菜水果 其实坐月子期间 除了科学的应对这些禁忌 产妇的心情也是很重要的 产妇有一个好的心情 无论是对自己 对孩子 还是对双方父母都非常有利 而坐月子这件事 也不仅仅是产服自己的事情 只需要整个家庭 都有科学良好的心态来面对 这样才能让母子健康 家庭和睦 您穿过丝绸吗 丝的感觉是怎样的 它为何被称为第二皮肤 敬请关注 穿丝的好处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 数千年来 丝绸不仅跨越了地理上组合 成为全球共享的人类文明成果 更称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载体 然而 随着工艺化时代的来临 化鲜逐渐成为人类消费的物料 丝绸已经渐行渐远 甚至消失在我们事业中 越来越淡出人们的事 这当然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就是本身的这个产业 这个转移 就是说这个我们新兴产业的发展 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人们对于这个材料的 这个多样性 这核量都没有极高 转而投下 价格更加激烈 耐用性更好的合成纤维 所以这个丝绸就 今天就淡出了 事实上 丝绸并未完全萎缩 而是发生了产业转移 从原先盛产丝绸的江浙地区 转向了重庆 四川和广西等地 但丝织的记忆 仍保留在江浙一带 并且江浙一带所产的 蚕丝品质最好 盛泽是太湖流域 一个九富盛民的丝绸重镇 历史上 盛泽与苏州 杭州 湖州 并称为中国的四大绸都 1910年 盛泽汪永亨绸庄 在意大利都陵博览会上 获得金牌 一时间 盛泽丝绸名声大振 吴海生是盛泽本地人 从小看着父母栽桑养残 搔丝织仇 对丝绸有深厚的感情 上世纪九十年代 吴海生与盛泽许多 丝织户一样 纷纷改行 从事化纤生产 由此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然而 就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却放弃了化纤生意 给我带来一定的回报 但是这几年 自己也有这种意识 感觉我们化纤在这么发展 对环境的影响 化纤制品 就是对消费者的健康 还是有影响的 那么所以就感觉就是 我应该 应该把这个丝绸 因为丝绸有很好的 对身体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丝绸是一种动物纤维 它由残土出的丝 经过一系列复杂工艺 仿制而成的天然材料 从科学的角度看 丝绸是由蛋白纤维组成的 对人体有极好的生物相容性 与人体的摩擦刺激系数 在各类纤维中也是最低的 仅为百分之七点四 因为蚕丝就是 它的纤维是蛋白质纤维 蛋白质组成的 那么我们人体的皮肤 也是有蛋白质组成的 然后蚕丝里面又有氨基酸 所以它跟皮肤就是说 这个成分很相近的 你比如说你皮肤有点伤啊什么 它这个就有一定的 一定的那个就是抗菌的作用 然后这个它又很滑爽 没有像这种化纤的这种摩擦 这种感觉 穿在身上就很舒服 正是由于丝绸的成分 是一种纯天然的蛋白质 与人体的皮肤很相近 因此被称为第二皮肤 用手触摸丝绸的表面 会有一种滑爽的感觉 手感柔顺 表面呈现出优雅的 珍珠般的光泽 在盛泽民间 过去男女订婚时 男方在给女方的聘礼中 少不了又送上一些上好的丝绸 而女方出嫁时 也要相应的陪嫁一些丝绸 这个不成文的规矩 发展到现在 演变成新娘子的嫁妆礼 一定要有几件丝绸的服饰和床上用品 这个丝绸它我们叫做纤维的王后 对吧 它有与生俱来的这种高贵的这样一个身份象征 蚕丝对于我们之父来讲 有这种滋养的作用 它不像其他的行为 它会发生这种过敏或者什么 蚕丝本身来源于我们天然的材料 丝绸显示自己的这种气质 特别是旗袍 现在国民流行这个蚕丝绸 它能够持续女性的恶罗 多次能够持续女性的玲珑 这个曲线 那么这个蚕丝的话呢 通常也是由丝绸来做的 在盛泽镇人民商场一带 有多家经营丝绸的服饰店 这里的服饰大多是本地产的桑蚕丝 南来北往的人都喜欢来这里淘几件时尚衣服 张小姐就是其中的一位 像我们本地就是我们当地的女孩 一般都每年一般都会去挑几件真实的衣服 特别喜欢穿真实的那个旗袍或者改良版的旗袍 我们都比较是我们喜欢的 穿的旗袍比较正统一点 然后改良版的旗袍穿的身上比较宽松一点 张小姐是一名职业女性 平时参与社交活动比较多 因此她比较喜欢穿真实的服饰 在她看来 真实不仅具有一定的贴肤性 舒适度高 而且透气性好 穿上比较凉爽 真丝 一般是指蚕丝 是熟蚕解碱时分泌丝液 凝固而成的连续蚕纤维 也称天然丝 它与羊毛一样 是人类最早利用的动物纤维之一 真丝具有天然的吸湿放湿的功能 这也是其他人工纤维所不具备的 首先蚕丝是由蛋白纤维和18种胺基酸成分组成的 它能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 就是胺基酸又是一个清水性的鸡皮 蚕丝又是多孔的 它能一直水分子扩散 所以它能够在空气中吸收和散发水分 并且保持一定的湿度 在正常的气温下 能够帮助着皮肤保持一定的水分 使皮肤不会过意干燥 那么比如说夏天 它可以将人体排出的汗水和那边的 就迅速散发 使人的感觉就是很凉爽了 不仅如此 丝绸还有抗紫外线的功能 在炎热的夏季 由于太阳光的照射非常强 因此紫外线对人体的辐射也强 如果这时穿上一件丝绸的衣服 则能起到对皮肤的保护作用 蚕丝呢 蚕丝中有色胺酸和烙胺酸 他们呢 就这两种氨基酸呢 能够吸收这个紫外线 所以呢 有这个抗紫外的功能 所以对你穿着丝绸这个合适呢 对这个人体的辐射呢 确实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我们还在研究 就是这个蚕丝 把蚕丝这个成分啊 做成化妆品 它有抗紫外线的功能 事实上 丝绸具有的优点还有很多 比如抗皱 卖热等等 尽管如此 在我们的生活消费中 真正穿丝绸服饰的人 并不是很多 在化纤流行的清廷 丝绸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 吴海珊认为 如果要让丝绸成为大众消费的产品 就得探索丝绸的应用领域 增进人们对丝绸的了解 我觉得我们这个丝绸 要想走向国际 走到更高的层次 觉得应该要把我们中华民族 这个丝绸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 技术 一些特色的产品 把它生产出来 传承生产出来 变成创新 胡德延是南京云景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在丝绸记忆方面 具有很深的造诣 他曾在南京的云景博物馆工作 熟悉云景和宋景的传统制造工艺 2015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 吴海生结识了胡德延 一见如故 很快 一个融合了云景和宋景记忆的 新的丝绸品诞生了 我们掩盖地保留了传统机 和一些装造功能和制造方法 这是纯手工打造 那么这一块呢 就与我们宋景的制造工艺 要用银领粘素融入在一起 那么这是为我们在传统机上 有所创新 和一些打造的一个 纯手工的制度力 生命的东西 这边所以你看它它的纹路 它的长舌纹 那种丝绸就是经义绘法的感觉 而且它的本样的构图 体系都非常清晰 用在这个款中 我们用在一些 富士上面进行点缀 包括一些相包上一些定位 这也是富士上进行一个 考边 包括相边这一块 为了扩大传统丝绸的应用面 吴海生把生产出的面料拓展到香包上 他认为 比起一些国际名牌 用丝绸作为面料的香包 更能体现中国的文化元素 具有中华文化内涵 宋锦 云锦 还有罗 还有铃 这几种就是比较 比较就是有代表性的四色的机 把它传承下来 并且我们还在研究就是怎么样更好的去创新 那么现在为什么我们要继续传承这个万有困境 因为它把我们丝绸文化推向一个经典的一个时代 那我们现在正好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了 我们更好的把这个文化传播和传承下去 吴海生认为 丝绸是一种完全绿色环保的纺织品 它的生产过程不会对环境产生污染和危害 丝绸本身也可以被降解 而且发展丧残业还有利于改善土壤环境 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 现在的文化物质是很丰富 每一个消费者都有很多的物质 有的买了实际上穿了没有几次 就能掉不再使用了 因为大部分的物质是用化学纤维做的 那么价格可能相对是便宜一些 但消费者可能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化学做的物质在生产过程中 产生了大量的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的能源 并且在这个加工过程中 特别是在这个硬栏的环境 对环境来产生了比较多的污染 时值盛夏 炎热的天气让人心许烦躁 或许买上几件丝绸服饰可以改变一下心情 带来一种令人愉悦的享受 相信源自于心灵的丝织品 在传承文化的同时也会让您清凉一下 吸烟有害健康 吸烟所造成的烟物中含有约4000种化学物质 其中有50多种是致癌物 成人长期处在二手烟环境中 预患心脏病和多种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血管疾病 二手烟也会使儿童患病 并加剧一些疾病的病情 今年世界无烟日 世界卫生组织的宣传主题是瓶装就绪 呼吁所有国家做好对烟草制品采取瓶装的准备 北京八中等几所中学的同学们成立了中学生控烟联盟 并亲自设计了带有吸烟有害健康警示语的烟和警示套 以亲情和智慧温暖身边的人创造无烟环境 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的2005至2015年北京市学生人群烟草使用情况报告显示 近十年来中小学生尝试吸烟率有下降趋势 但职业高中学生吸烟情况较为严重 家庭社会整体的空烟意识对青少年空烟影响非常重要 中国有三亿烟民 七点四亿受烟草危害 而且这近五年调查 中国的烟民仅没有下降 而且上升了一千五百万人 这上升主要是青少年和年轻女性 中国烟民一向上升 说这个上升的势头非常灵人担忧 所以我们觉得把这个重点放到青少年 是减少青少年烟民 是咱们减少中国烟民缩量的最好的最有效的办法 也是最好的措施之一 父母吸烟对孩子现在吸烟行为有着极大的不良影响 相对于父母双方都不吸烟的家庭 爸爸吸烟的家庭 孩子现在吸烟的风险是1.55倍 妈妈吸烟的家庭是2.31倍 父母都吸烟的家庭是2.37倍 父母都吸烟的家庭 孩子现在吸烟的概率大约10% 我就是第一个向青少年灌出烟草危害的宣传 让青少年知道烟草危害 让他自动的远离烟草 第二消除影响诱惑青少年的吸烟民宿 而且比如说吧 烟草广告 比如说吧 名人 明星 在影视剧吸烟 在其他场合吸烟 都给青少年一个模仿左右 而且第三 我觉得我们的公共场所应该进行 应该出台这些法规 如果他们在公共场所 那个没人吸烟 所以他们受很好的教育 第四个 但是青少年吸烟呢 我们了解到 伪害最大的除了公共场所 就是家庭 家庭的父母吸烟 也给孩子带来非常复原的影响 所以希望家长不要在孩子面前吸烟 家中室内和室外公共场所 受到二手烟侵害的现象仍然很严峻 其中在室内公共场所 受到二手烟侵害的比例最高 尽管近年来 学生健康教育中加入了 如何拒绝二手烟的内容 致力于提高学生自我保护意识 和拒绝二手烟的技巧 但学生在这些场所的二手烟暴露率 仍然居高不下 这说明保护青少年免受二手烟危害 仅仅靠学生加强健康教育 还远远不够 更重要的是 靠法律和全社会的努力 共同为青少年营造一个 没有二手烟危害的健康成长环境 庆幸的是 史上最严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 已正式颁布实施 其他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手段 为青少年撑起一把 阻挡二手烟危害的健康保护伞 切实减少二手烟的暴露